打一針就能預防流感病毒 第一階段公費流感疫苗已經開打 包括65歲以上長者等11類對象 北市聯邑陽明院區嘉義科門診公告 18日接種的流感疫苗廠牌是高端 有不少長者到醫院領慢性病 連續處方間 順便打流感疫苗 衛福部疾管署今年共採購約七百萬劑流感疫苗 包括國光 賽諾菲 東洋及高端等四家廠牌 高端是首度加入公費流感疫苗行列 不過卻引發不少爭議 甚至出現巨打潮 除了部分地方政府禁止高端進入校園 也有藍營立委質疑 高端流感疫苗臨床試驗資料不完整 無法讓民眾信任 對此食藥署回應表示 高端的查驗登記都符合法規 食藥署強調綜合韓國及臺灣臨床試驗結果 確定高端流感疫苗可支持療效及安全性 銜接性試驗評估也顯示無族群差異的疑慮 至於高端申請審查的資料 根據藥事法規定屬於營業秘密資料 因此不能公開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 中文綜合約 近 11 Vid